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国民党前立委李庆华涉嫌以人头诈令立法院补助的助理费532万余元,虽李宾称不知情,此事全权为由办公室隐姓主任处理,甚至怀疑是被隐姓主任检举。 但新北的检署调查后,依四大证据推翻李说法,认定其犯贤,仅一贪污至罪条例之利用职务榨取财物,伪造文书罪嫌起诉理。 证据一是隐姓主任仅要受李庆华指示找人头助理,定理办公室人员也正称,受李指示,自人头助理的账户中领出现金供他花用,或直接将钱转会至李前期户头及旅行社。 而担任人头助理的三人,均坦诚未在李庆华办公室任职,就交付账户,且检调调约立法院助理人事资料,发现李庆华有在资料表上签名,检方依此认定李之情,辩词不可采。 起诉指出,2007年1月至2016年1月,李庆华指示其国会办公室隐姓主任,东姓及丁姓正值助理,依三人配偶提供个人账户,单任挂名人头助理,及李向立法院申报公费助理补助费用。 其中,殷姓主任的配偶自2012年1月至8月,须为申报助理薪资共计45863元,东姓助理的配偶从2007至2010年间,申报助理薪资为165万3753元,丁姓助理的配偶则是从2009至2016年间,申报326万778元。 三人以配偶虚位申报共计532万394元,李庆华则把这些款项用以支付前期赡养费,个人旅费等非公务用途,新北简金除起诉李庆华,殷姓主任也被依赦犯为造文输罪嫌起诉,因其坦诚犯行。 检方鉴请法院从轻量刑而担任人头的隐姓主任及二名助理的配偶,检方考量三人坦诚泛行,即实际未获得任何利益,均予以还起诉处分,三人得各上缴国库三万元。 检方鉴请法院订阅